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这里是由专注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庄大姐 今年63岁 最近在长春做保姆工作 为了今天的相亲 大姐特地去盘了一个头 而且还偷偷准备了一袋洗糖 就希望今天的相亲能有一个好结果 按照庄大姐的要求 我们的红娘给她介绍了家住公主领事 范家屯的郑大哥 这俩人一见面感觉都不错 但是没想到的是 郑大哥一听说庄大姐现在在干保姆呢 这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要问为啥呀 这事说来可得话长了 这样咱先跟着红娘一起先去认识一下庄大姐 阿姨 那个我现在在蜀香区火锅 太云节金女大陆交会 阿姨姐呀 我走错了吗 你走过游了好像 阿姨 阿姨 果然是你 你慢一点着我 exposed 你好我就是你的红娘 佩佩 慢点慢点慢点 没事没事我正叫车呢 慢点啊 慢点 庄桂贤63岁 现居于长春市丧偶 现在做保姆工作 月收入2800元 咱俩不能在家拍呢 那你现在是在这做啥呀 做保姆 他是个姥爷的 多大岁数 86岁 就是上外边不能走 个屋基本就是能自理 那你平时给他做些啥呀 就是一天散热饭 然后洗衣服搭买卫生 给他买买菜 还行吗 我这性格好 我做的菜他特别可口 好吃 然后呢就是脾气了性格了 在一个卫生方面呢 他都挺满意的 厘所干净 我以前不是看老人 就是给十几岁孩子 特别挑食那种的 做饭 昨天满事的好吗 昨晚没睡好 为啥就是好啊 紧张话就是 不知因为啥 也挺期待的 那你现在想干啥去啊 就是想盘头 为啥想盘头 为啥想盘头 为啥想接着 从打接到我们电话开始啊 这庄仪的心里 就一直惦记着是回事 平时睡眠状态不错的他呀 这昨晚呢 紧张到睡不着觉 今天相亲是个大事 所以啊 庄仪决定见面之前 去盘个头发 你平时都上干啥呀 然后过来盘头发来的 就有时候 出于场合就盘 有结婚的 有我家亲属 有结婚的 盘个头 做个头行 原来不爱美 现在爱美了 就是这个小老师 对 但凡重大场合 庄仪都得来盘个头发 看得出来啊 今天相亲这事 是真上心了 一进屋啊 红娘就赶紧嘱咐发型师 给咱庄仪好好弄个造型 姐 我们今天阿姨相亲一下 给我们好好整整 好的 一定当漂亮的 早日找一个老师的老伴 咱们每次都整啥样头型啊 就是有好几种 都不一样 就是这个 这理发师 就看着我的头型啥样 还是给做啥样 那还是人理发师厉害 对 记住阿姨现在的样子 一会看看阿姨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就在等待盘头的功夫啊 也了解到庄仪的老家在农村 这些年啊 为了生计 一直在长春漂泊 从给高中孩子做饭 到做保姆 一直无依无靠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不知道庄仪有什么打算 过年出去做大餐 就是这个东西给我放假了 就你又接了个活 对 给的钱不多 七一天给一千块钱 要在他家待七天啊 对啊 29到处 去年在家过 觉得爷儿没意思 孩子都外地不在家 都在外地 没事 不觉得孤单 在人家干活 挺热闹的 那万一 今天咱相成了 俩一起步 能吗 但愿了 好了 到你了 到我了 离发师的脚手 会让阿姨变成什么样子呢 爱美的人啊 也一定是懂生活的人 那庄阿姨平时 除了工作以外 还喜欢做点啥呢 我的生活很简单 爱收拾卫生 爱看书 看啥书啊 养生的 反正大病咱不知道 小病 对我经常跟他在一起的 我就能知道 怎么回事 我去买蛋糕 我去有个阿姨眼皮跳 好了 我说她缺维生素B12和B1 我养的马 那个还不贵 然后阿姨吃好了 完了 还送给我蛋糕呢 我以为眼皮跳 就是左眼跳才右眼跳才 对以前就是那样 但是现在不是 还有就是扫马路 那些姐妹腿疼啥的 完了 我都给出一条片吧 完了 他们都知道 听庄阿姨这么一说呀 红娘才知道 原来生活中的很多俗语啊 都能找到科学的依据 看来呀 红娘也得好好学学了 热爱生活 研究养生 那庄阿姨在照顾人方面 肯定是非常周到的 在场的每个人 都为她加油鼓劲 庄仪自己也说出了 对新生活的期待 今天啊 一定能成功 现在还紧不紧张 有多少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现在还紧张啥呀 没看着叔叔呢 你期待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应该是我选择的那个人 哎呀 为啥呀 预感吧 阿姨平时预感什么准 也挺准的 百分之七十准吧 周阿姨的心思啊 像个小女孩似的 这么冷的天啊 从头到脚 都是精心打扮的 周阿姨的这份心境啊 也是和她之前的幸福婚姻 是分不开的 可这段婚姻的结果 确实让人猝不及防啊 年轻时生活在农村的庄仪啊 一直都是家里张张啰啰的人 可是啊 每当逢年过节 准备小惊喜 都是她去世的老伴 我过生日那时候是忙的时候嘛 产地嘛 我说没有时间过 然后她就往家买些熟食啊 买吃的什么 给你买蛋糕 那后来就是老伴去世之后 你生日咋过的 我基本没过了 没人给过 对 就是我也不想过 一过就想起了那些 以前那些事 所以说我就 就是也没过过生日 天有不色风云 老爸的去世 给了庄阿姨沉痛的打击 他急性的脑出血 都没来个机会治 到医院两个小时 抢救了两个小时 一日无效 然后去世了 总觉得 他平时白天也不在家啊 就是出外干活去 总觉得他出外干活去呢 早晚上他不回来呢 觉得完了这一人没了 那简直天塌一样 不用说了 现在 能听得出来啊 庄阿姨在上一段感情中 始终被幸福地呵护着 因此啊 也好奇 她心中所期待的另一半 是什么样的人呢 找这个另一半吧 她的身体必须健康 心里也得健康 心里 心里健康就没有那些 就是得说一些肮脏的事儿 就是说咱们都是正常过日子 正点人儿 真是一个必须有工资 有房有住房 工资三千到四千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都花了 别人就说是找伴大伴过日子 但是我不能想 我是找爱 得必须有爱情 才能能什么 两个人在一起过 就是像从小夫妻一样 我比较痴情那种 像庄阿姨说的一样 不管在怎样的岁数 爱情啊都不可以马马虎虎 对方啊 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 合适的 凝缺勿滥 就是庄阿姨的内心独白 为什么红色衣服呢 喜庆啊 觉得今天能跟叔叔成功吧 来拍拍给你拿点糖 过年了 这是过年了还是喜糖 喜糖 提前给你拿了点喜糖啊 给你拿糖 谢谢阿姨啊 今天就是抽红衣服 已经是整头发了 然后还拿你的糖 那一定要从 好谢谢 拿走了啊 行行行 这可是喜糖啊 这一早上啊 红娘陪阿姨先去盘了个头 再到给阿姨加油鼓劲 这最后啊 连喜糖都准备好了 预感能有70%准的庄阿姨 今天相亲 能否和她预想的那么顺利呢 接下来啊 红娘前往了 家住范家屯的郑国强 郑叔家 叔打个电话吧 诶 叔啊 我到了 诶 叔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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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书呀 等多半天了 叔你好 我是红娘佩佩 郑国强64岁 离异现居住范家屯 四平市房产局退休 退休金2800元 住房面积43平米 哎呦 这有隔楼 都是隔楼下都是你的吗 嗯 这个啊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你睡觉的地方 嗯 这炕也是热的吗 电炕 电炕 这个是电炕 这个本身 这屋现在就25度 对啊 是 有点热呀 谢谢 房子大平了 43.5 这块是谁住啊 你倆我已经 朋友过来 就是我们单位的 退休的老朋友啥的 叔以前是干啥的 以前我是房产局的 房产局的反正是把啥都干过 木经做过几年 挖的也做过几年 木匠出身的正熟啊 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而且啊 他对生活啊 也是细致入微的 就像饺子啥的 都会 都会吧 你会饺饺子啊 平时都吃啥呀 我平时吃那个 这个是 这个是大骨头冻酸的 炖鱼 炖鱼 割了几个肉 吃完碗子就自己炖 不糊弄是 不 那 糊的不是因为糊的生命吗 叔叔说话咋还有点那个 我这牙全掉了 那 就说话我就先磕了 啊 因为牙的关系啊 嗯 这是 啊 哈哈哈哈 你突然一下了 三十多多岁时候吧 就是牙疼 啊 那就是猪就全拔掉了 那如果牙好的话以前是不可的是不是 不不可的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买啥的 来我天天晚上九点钟喝一袋 这个这是啥呀 这个也是那个 这都自己买的吗 自己吃啊 香草饼 还有方便面 咋还吃方便面呢 有的时候实在不敢烫了 就是整一袋 你看这从冰箱中就能看出来 正熟热爱生活的态度 牛奶摆得整整齐齐 月饼点心也都是囤在冰箱里的 晚上九点定时喝一袋牛奶 对生活的不将就 练就了他一手好厨艺 本该有着幸福晚年生活的他 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打击 养过幼稚女养过15年 我那个鸡舍消毒 消毒完女婶 就在长村当保姆 他在长村干一个月 就跟上他儿子了 我就是我们俩二十年他没出 别说他上他哥兄弟呢 谁家的都没出 完了一个礼拜夸查法庭来回传票 我一会说我说我经常打他骂他 法庭到跟前来调查他的 我的事实不 心都不在这儿了 也只能选择放手离开 忠视憨厚的郑叔啊 一心只想求的平稳安逸的生活 然后后期我又找好几个 找好几个也都是感情不合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 今天他明天 明天他儿子的 给儿子或者给闺女 你一月给三百五百 咱不说 那你上千上万的 那谁能给企业去送的 经历了几段波折的感情之后 郑叔啊也渐渐总结出了 内心深处渴求的人是啥样的形象了 我就是找一方面最主要是别提我高 我一米六十二 他最高也不能超过一米七 你为什么还不能找冰高的呀 一个是自作的二十一家福 这个女的假如就是长得好看赖看 咱们不在乎 但是他必须他得是本他也 还是他有没有工资有没有啥 这我都不在乎 因为啥我自己就能养了 不抽烟不喝酒 咱们还没有什么爱好 这个饭他必须他得这 俩人干点活或者啥的 这不也就是显得火烟 那你还想让对方就是有工作吗 不需要他干 他干工作我都尽可他让他 不让他干 我说是这个咱们你两个人花都度过晚年了 郑淑自己也说了 他的工资啊两个人花是足够了 像做家务啊这一类的生活琐事啊 两个人一起干更有家庭氛围 看我这样子 要你注入有度 你讲话你乐你要说 今天说哎呀这食堂是什么什么好 那咱们买点吃嘛 对不对你想啥吃咱们 你想穿啥咱们给你买 叔你现在期待见到阿姨吗 我特别喜欢 此时阿姨也从长春去往范家屯的路上了 喂 哎佩佩我是你庄爷 哎现在在这个铁北学校门口呢 那行我们现在赶紧下去啊 嗯看看行不行啊 行啊行 你觉得行啊 这就是所谓的异常 那我不一定 我等一下介绍一下啊 阿姨要叫庄柜鞋 叔叔叫郑国桥 嗯 郑先生你好 庄女士也挺好吧 我感觉这人挺老实的 90分的 这么高 他还挺好 有点招人鞋 你看你俩全红衣服 就这么巧 可不是 这咋这么巧呢 庄姨身上的红毛衣 就是为了今天相亲特意准备的 正属啊 恰巧也穿了件红色的毛衣 这也许啊 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走走走 上楼上看 走看 这是隔楼哈 啊 这个是隔楼 你这还没穿洗衣 没没没没 这屋是我自己接的 嗯 自己接的 你这是做啥仓库了呀 啊 就是以后咱们冬天搁点土豆 搁点酸的啥 叔说的是咱们 哈哈哈 这咱子 这不就讲过来个血呢 来取血在他顶 咱俩就在下边 下边那个属于电炕 嗯嗯 就是欣赏的健康 这个就属于客房嘛 咱就是所谓的 咱们也互相都不牵扯 你他在这儿屋 咱在那儿屋 对不对 这属于客厅 哈哈哈 他挺真诚的 我就是想进一步了解了解他 一眼看着他 哎 还挺挺顺眼的吧 主我还自己做菜了呢 你去你阿姨看看 哎呦 不用 不用 我其实自己吃饭 这这这这不是吗 自己 自己做的 自己捞的那个鱼 鱼 嗯 这个是大骨子炖酸菜 嗯 就是反正就 我反正那好来能能怼我手吧 能加两份吧 九十二那还行 这正熟啊 领着阿姨从楼上到楼下的介绍了一遍 画呢 也是滔滔不绝 而且啊 这会做饭的男人呐 魅力值也是层层的往上窜呢 但同时细心的庄仪啊 也注意到了墙上的十字秀 有这么多十字秀谁秀呢 原先的朋友给秀 红娘和庄仪的相识一笑 让这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了 在一个单身男人的家里 看到了几个挂在墙上的十字秀 难免会让今天来相亲的庄仪多想一些 从他看十字秀的眼神中啊 正熟也看到了庄仪对此有些疑惑 离多年了 离现在是十六年了 后来呢又找几个 后来找俩 有一个上午呢 后来又找一个 过能有五年吧 他是我们俩人类登记 他对这婚言上无所谓呢 我感觉 他说过就过 说散就散了呀 也不是说恋情比较多 就说过就过了 说分就分了 就是挺不慎重的 正熟发现被庄仪误会了 赶紧解释和前任 到底为啥分手的 孩子买个啥 上一楼 要咱们拿钱 那你 我就 我不说我跟别人 就跟我自己 我也 这个关我过不去 关你要多少钱呢 月月要啊 原来呀是这么回事 庄仪听完啊 心里也舒服了点 正熟这头呢 看阿姨乐呵了 赶紧发力啊 千万不能错过 这难得的缘分 我退休吧 开两天吧 哎 反正有这个房子 就是 这点玩 就是我们 就是你没有 咱们也够活 我吧 我本身 没啥爱好 不抽烟 不喝牛 反正我经常 我就是溜的 要不为啥 我说咱们 两千八我够 我不抽烟 我也不喝牛 那就一个月最损 得什么 四万五万 在前台上架我 那就 就得随我 我俩包了 但是别的话咱 咱都不敢说 我不是不知声 我得听她说呀 就是如果我俩真正能走到一起 那就 我就想像葱家那一样 不是说是像 人家说的什么大火锅日子 就凑我的锅 我凑不了 看得出来啊 一直都是正熟 在自说自话 阿姨这边呢 一直都没咋直升 实际上啊 她也想听听 眼前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 她合乎的人 手脸挺干净的 力气 就是阿姨的感觉 啊 真的放心 给人的印象就看出来 第一眼的话算是演员吗 哎呀 不是演员的 那就是所谓的自己欣赏的人了 哎呦 欣赏人了 那就是说说我们俩人 那就不一定能 那就啥话可以的 你说就没我们俩自己能说 那我就 我就是你俩胖 那就是她老不觉了 你别吓着我 她一直被吓着她老不觉 我要是想到我 这就是什么也 也不用谈的 也不用说 老 你们啥咱们看出来的 感情绿绿 就这一点 啥都带皮 我脾气可不好啊 脾气不好 慢慢捞 可真实了 这个孙儿呢 谁还让你捞啊 不要捞 晚上偷枪 说着说着 这俩人的话呀 是越说越近辩了 看得出来啊 郑淑对庄仪的喜爱 难以掩饰 本来气氛挺好的 一直不咋之声的庄仪啊 主动交代自己的情况 哪真想啊 这让郑淑原本挂着的笑容 逐渐凝重了起来 我现在打工 就是做保姆工作 因为两千七百块钱 做了一个忙自理的老人 你看这个你建议不 这个啊 所谓的 要是跟我俩结合 不干 多钱咱都不干 如果阿姨你要是 就不在这上班了的话 那属于说 可能就是三百块钱 你多钱 我不要 我也不花你钱 你能不能管人家呀 我有工资 我就管你吧 你别干了 对 我就一直去讲 不是 哎呀 咱们钱好多 但是能挣 郑淑这么一说 让我们想起来啊 她之前和红娘讲的 那段感情经历 听郑淑的经历 阿姨也表示理解 但同时啊 她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和心理的想法 现在这工作 我暂时不能冷 因为过年了 暂时不能冷 得有一定了 才能冷 咱俩得确认以后 你说你不干 就你想干 我到那时候 我还被说 不要你 互相了解一下 对 就是说 你看脾气平衡 都不到 啥呀 你说既然选择了 都是一辈子的 你不能立马 就这样闪魂 对 既然大家都 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两人也觉得 这是难得的缘分 想再了解一下彼此 所以啊 二人决定 留个联系方式 那你就留个电话吧 我说一下吧 嗯 138 138 4418 4418 4418 那走吧 走吧 谢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